小乐高达乐区欢迎来到坏雪的乐高仓库 前段时间坏雪一直在评论区里面看到有一位同学点播31127 来31127街头赛车他来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的驾驶室盖子连同前面的前挡风玻璃是接在一起的 拼接而成前面的前挡玻璃自然是一体成型的零件 这么个驾驶室的盖子只靠最后的这两个连接点跟驾驶室后方这边来进行连接 来 连接上之后的效果呢就是这个样式的也是一个一拆卸的设计前方机械增压器的设计呢看上去非常的有FU当中红色轴的点缀也使得这一个机械增压器看上去更具力量感而旁边这边用红色的曹文版模拟了机械增压器下面的那具引擎 至于前方的这一个进气格山呢也是利用横向的曹文版营造出了它的力量感相比之下这个大灯可能稍微小了一点 它的轮毂呢虽然是两面的轮毂但是它连接的时候呢是使用了那种 来 这种套筒式的一个连接方式所以你并不能把它反过来来使用 直接用这一面铝合金轮毂就可以了 侧向的排气呢也营造出了一定的小角度看上去力量感十足 但是我总觉得似乎缺了点什么如果在这里呢能够增加一些小的特效零件 效果会不会更棒呢 至于这个大尾翼它的角度可以略微进行调整 用积木零件搭乘之后呢这个尾翼稍显厚实了一点 不过也是能够接受的相比车前的那种粗壮感 它的车尾呢看上去就低调不少但是也是具有那种敦时的感觉 整辆车你可以看到它的车身跟轮毂的比例呢看上去略微有些不协调 这使得这一辆车身看上去呢有点Q门同时又具有力量感 这两种似乎有些不搭的风格混合在一起呈现出来的街头赛车 我还是挺喜欢的而且它的搭建方式呢也是一个标准的乐高颗粒积木的搭建方式 它连底部呢都是用乐高的积木板来搭建而成的 学习一下它的搭建方式对于你自己MOK自己的小赛车也是有极大的帮助啊 那我们今天完成了它的A模式后面呢还有B模式一辆老爷车 以及C模式一辆方程式赛车 那后面有机会的话坏雪再会把它做出来来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的 好了今天坏雪的乐高仓库就到这里 这一颗乐高创意百变31127街头赛车的A模式街头赛车 你还喜欢吗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别忘了关注点赞分享 我是坏雪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